牧師 師母 然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是第一牧區奇文區Kiki小組的 淑慧也是小慧 那首先我要感謝讚美主 在這一次的研習會中 我最大的收穫是在第二天晚上 我們很多姊妹 跟我的媽媽姊姊一起用餐 也為媽媽姊姊祝福禱告 當天晚上我的姊姊就做了絕字禱告 感謝讚美主 回鄉起教會說要去高雄研習會 我就很興奮也很想去 因為在2018年去高雄的那次幸福祕訓我也有去 整個營會非常震撼也很震動人心 所以這一次不用小組長說 我就自動報名了 結果考驗來了 我的媽媽在6月9號突然即興未穿孔 所以緊急開刀 總共住院19天 結果一星期後又掛急診 又住院開刀一次 前後共住院52天 這當中我也往返高雄四次 當下真的心疲力盡 對要去高雄研習會也開始感到無力 但感謝主我能讓平安順利的去高雄研習會 在這三天的敬拜信息見證都非常棒 也很感動我的心 當中讓我覺得很需要學習的事 與貝斯特建立好的關係 而不是要做幸福小組才開始對貝斯特虛寒問 雖然我們這次沒有開成幸福小組 但我們能要開始學習與貝斯特建立好關係 讓傳福音成為我們的使命 做神所託付的事 領受的經文是 你要以耶和華為樂 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將一切榮耀讚美我們的主 謝謝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我是奇聞區的Naomi 大家還記得去年幸福密訓的時候 福氣教會有來到我們恩寵靈亮堂嗎 記得 當時為我們服侍的一位大哥 我們在演習會的會場巧遇了 我一眼就認出戴口罩的他 他還是一樣認真的服侍 他一樣熱情溫暖 他為我們小組的姊妹準備了點心和飲料 而且不只那位姜大哥 福氣教會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 真的有那種吸引人的心香之氣 他們無論是入場散場 午餐廁所他們的服飾總是那麼的喜樂 他們臉上總是掛著笑容 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很感謝他們 那我參加了幾期的幸福小組 從我是BEST到我想當服長 服飾的時候都以為我們好像做的夠多了 但是看到聽到福氣教會 就知道我們做的真的不夠 我以為口中說我們愛主 但是當要傳福音的時候 心中卻有很多的不能不行 沒辦法沒時間 演習會中每一位講員牧者的分享 都大大提醒了我們 我們身為基督徒傳福音的大使命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他們對於傳福音有多大的熱情 我和先生是在其文區的夫妻小組 在工作壓力和照顧家庭的忙碌下 我們一直很猶豫搖擺 我們要做夫妻的幸福小組嗎 但營會中有一位姓牧師他說 若我們渴望傳福音 上帝總有奇妙的帶領 令我們突破所遇到的困難 感謝主 上帝都知道我們心中的擔憂和我們的不足 在第一天夫妻幸福小組的分享 神就透過小組長的夫婦 就直接給了我方向 他們用心設計量身打造每一個環節 而不是流於行事的跑流程在做幸福小組 希望我們的夫妻幸福小組也能有神的同在 我們要相信平凡的人也能夠成就偉大的事 我們真的不用很厲害才開始 但我們開始了就會很厲害 阿妹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奇文區凱平小組的淑溫 我今天淑溫有事 我代替他上來 應該要買那個MAX的比較剛好大小 好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這一次下高雄可以參加幸福小組的研習會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小組長凱平 在我主動提出的時候 他立刻回應了我幫我報名爭取 他真的很倒數才報名 忽然間說他要去這樣 同時我也感謝其文區長Kiki小組長 把他們一人一床的房間讓給我 真的不是很好睡 讓基督愛落實在生活中 在前往高雄的過程中 我們這車在高速公路上爆胎了 從爆胎的照片上很明顯地看出來 這車子應該很久沒有換輪胎了 但全車上我們沒有聽到一個抱怨的聲音 取而代之的 在在都是感謝 滿滿的感謝 感謝司機的應變能力和機靈 以及大家可以在7-11之旅的美好時光 這在在展現我們是一群有愛的基督徒 我們是蒙福的必得平安 到了會場 再次被會場的氣氛觸摸我的心 我認真聽楊錫如牧師的信息 最讓我感動的經文是馬可福音的 第八章三四到三八節 若有人要跟從我我就當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 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願聖靈在我身上動功 願我自己可以打敗肉體的理性枷鎖 以及自私的想法 真正舍己 背起十字架的愛跟隨主 我明白知道這條路 必有好日子、壞日子 如同埃及有7年豐收 也有7年旱災 無法改變目前捆綁自己的情況 但我自己可以選擇像約瑟一樣的心智 忘掉自己在世上的挫敗 定睛跟從主 選擇得勝的人生 我也明白得勝的人生 不會因為我信了耶穌就此改變 也不會因為我讀了聖經一百遍就此改變 得勝的人生不是自動產生 而是我的允許 我得允許 Allow神的話 進到我的生命中 更新我的心思意念 然而試著去活出神的旨意 我就是一粒麥子 不若在地裡死了 無論過了多少時候 我仍就是我自己 我若願意讓自己被掩埋被用盡 就必結出許多子力 經歷生命的奇蹟 失上生命 反必得生命 來和我一起說Amen Amen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